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Model 其實是一個維幕牆跟量體的一個很好的示範點 透過這個維幕牆跟量體的示範點 我們可以看到它可以有一個非常自由的形態 而且它不會有太多複雜的一個操作模式 非常快 非常簡單 我們那會馬上開始 第一次來到我們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打開小鈴鐺 我們會把我們所有知道的建築跟室內設計 以及應用的任何的一些 跟Rubits 相關聯的事情 跟各位分享 大家好 這邊是 Tiwaki Studio 的 Pin for Rubits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教有關維幕牆跟量體的自由形態的一個做法 那在這個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房子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房子 我們想要在立面上做出一些 Freeform 的變動 那在那之前呢 我們先取消這個量體 我們重新開始 我們來做一個量體附地 把它展示打開 因為它預設是關起來的 打開之後 我們內線量體 我們來輸入一個簡單的 名稱 那 你看這個設定這個立面的時候 把它立面設定起來 然後設定起來之後 我們來將這個面把它建立出來 建立出來 OK 你把它建立出來之後 你看這個面 你按建立塑形 它會直接長出來 那這長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拉大一點 因為其實這是我們剛剛說要做一個立面的發展嘛 那我們來看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有一個像加入邊緣的東西 你看 加入邊緣還是從上面加入的 你可以隨心隨意加入一些內容 然後過來另外一個做法 你按Type 跳選它喔 你可以看到 加入輪廓 輪廓的做法呢 它其實 比較像是在另外一端 所以輪廓的做法其實是這一端的 你看它嗎 像這一端 像這樣拉 但是這個東西它拉動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做了分割 你看不太到 你可以選擇限價勾去看看 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再跳回來一點點 先跟各位介紹這幾個做法 那過來你看 你加入輪廓的時候 在還沒有分割剛那條線的時候 它是可以做的 只是它看不太到 所以你看 你要選它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 那接下來開始要做一個比較有趣的事 我們先把這個面推回去 你看 加入輪廓之後 這面開始就可以變動了 然後把它給往前拉 不過往前拉的時候 會出現 因為下面這裡有兩條輪廓 所以 它會有一個變動的狀態 然後另外一塊 另外一條線在這個位置 它是可以變動往上拉動的 好 所以剛剛我們所做的這幾個動作 它都是可以連動的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們先做個簡單的 線的處理方式 在還沒有做這個輪廓之前 我們先跳回去 你先決定好這個面要做的內容 譬如說我現在 預計我要做的事情 是在這邊有一個門被拉起來 像是掀開一樣 所以我可以先把我這個門拉到我掀開的位置 這邊拉開一個內容 然後我來處理這個面 處理這個面呢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想要把它拉開嘛 所以 我在這個端點上 你給它加入一個 這個邊緣 它也可以加入點喔 我們等一下再試一下 你看加入邊緣的時候 它其實是 在下端這個地方 可以拉出一條線 所以這兩條線我把它拉出來 然後我再拉一個端點 好 你看喔 我把這一段 跳選一下 我可以把它拉動上去 它是一個膽點的 好 因為它現在其實是有一個切角 所以它出現是這樣的膽點的狀態 好 但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調整 好 但這個線我已經知道它是可以這樣挪動的了 那過來 下一件事情是 我如果要讓這個事情再出現另外一個面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做這個處理 你看到這一段 這一段 好 所以 在這一段 我拉動這一個的時候 它就開始出現像這樣的第二個變化 你看它可以把它給 挪動出來 並且開始出現這種 變化了 你看到嗎 好 那我們就單純只是讓它拉左右就好 這樣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好 挪動它 好 拿過來 你看到這個面 再將這一段 向下拉動 向左右拉動 它開始出現另外的這個造型變化 然後我們再繼續挪動到前端 那這個端點它其實是可以動作的嘛 所以我們再透過它去挪動一些事情 它就開始出現另外一個角度 好 那我們來繼續 透過已經這樣的立面的變化之後 我們再繼續做另外一個可能性 我們按Tab 挑選這整顆 你可以看到它還是可以繼續加入一些輪廓 輪廓是在外頭的 所以我們看能不能加入 如果不能加入代表這個造型已經比較複雜了 我們看能不能加入邊緣 OK 邊緣還可以加 所以你看 當我加一個新的邊緣的時候 它的這個體就開始被組合到另外一種樣式來 好 我們繼續看喔 加入邊緣 然後你看 它就可以開始被組合起來 導個點 那你也可以自己切割 所以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端點 它已經開始可以變動了 所以我可以開始去做這個造型的地面 然後在右邊這一塊 因為我們其實目標是要讓這個門片可以被挪動嘛 所以我們要試試看能不能讓 它這個短點被拉出一個我們要的這個門來 所以你要抓這條線 開始繼續拉動看看 它能不能到我們要的位置 基本上門這個事情一定要出來 然後 將它前面這個口拉出來 所以這個門的造型裡面還是踩的 然後過來我們來看看右邊這一段 因為我們想要給它開口嘛 所以假設你這邊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開口在這個地方 那麼你可以這樣 把這個直接建立一個空心擠出 然後把它給切割掉 你看它被切割掉這一條線 這條線它一樣可以做變動 所以你可以點到這個面來 然後 譬如說你想要讓裡面這個變變內縮 你去按Tab跳選到這條線 這條線 然後你去移動它 然後過來這條線 因為它這個會有一個端點 它是剛剛被切割掉的 所以 我們如果要讓它不是切割掉的狀況 還可以做個方法 就是 我們跳回去 假設這樣的狀態 我們下一個 我們將這個跟這一顆一起 建立塑形會發生什麼事 它就不見了 但沒關係 我們透過這個東西 去把它空心還是擠掉 那擠掉之後 因為它擠掉了空心 它其實是有點像剪切的做法 所以我們要去改變這個內容的話 這個面它比較是單純的 下意上意 但它就可以開始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 切掉之前 我們還可以再做另外一個動作 這還沒有切掉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顆你把它建立空心 建立空心之後 你看它這個面 它這個面其實可以找到這個端點 所以當你端點在變動的時候 它就開始出現變化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後面一個短點 按Tab挑選一下 因為它這個 在端點在切割的時候 它有一個面的內外之分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用線下構的角度 來去找 比較找得到我們要的這個短點 好 那我們繼續 找到這個點 如果說我現在 現在大概我是要延伸這個 端的變化 那我可以做這樣的 這樣的設計的做法 然後再透過這個 事情去拉動成另外一個形態 好 那我們可以再繼續微調 因為每一個東西的 設計的內容可能都不相同 我們不信相同 所以大家要做的東西也不一定相同 但是像這樣子的立面到這邊可以了 那我們都知道下面這個口 是不是剛剛我們說的 它其實是要挪動它 所以我們再把前面把它挪開一點點 好 大概已經到一個像冰散的做法 然後這個面我們再把它往上拉動 這個短點可以再往上拉動 OK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還想要把它給切掉 往上扎 所以你往上拉動之後 你看 這裡一樣你按Tab挑選它 你去找一下 它能不能夠再幫你加入一個面 如果可以的話你看這個面加入輪廓 它可能還有一些立面切割 不過它會有一個跟它相撞的地方 所以要小心 Tab挑選然後到加入這個邊緣 它還有邊緣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再給它幾個變化的可能性 所以透過像這個點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其實它有一個跳點 所以你可以用Tab挑選去不斷地去找這個可能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短點 這個線 這個線 假設我想要讓它抬高一點點 它就會出現像這樣的可能性 然後這個把它往上抬到一點點 好 我們來回到這個地面來看 用瞄影的狀況來看 好 它大概已經出現我們幾個可以出現的這種效果 然後再把這個短點 稍微做點變動 不過你要小心 因為這台動的時候 它有時候都會有一些連動的關係 然後過來這個短點還可以再拉動 好 然後過來最後這個短點我們再把它降下來 OK 好 所以這個面已經達到一個我們想做的這種可能亮體的效果 你可以透過瞄影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這個地面造型 當然這個每個人做的這個地面都不太相同 不過我們現在要做亮體 主要是為了我們要做微幕牆的變化 好 現在完成亮體 你看一下我們的牆 牆這邊其實有微幕系統跟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微幕系統其實是可以在這個面上做的 所以你看 當我把這幾塊 正面跟上面 做個變化的時候 把這個上面這個 所有的外框都把它做出來 好還有那一框 好 這幾個主要面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微幕系統 你看 先用150 在250的狀況之下 建立系統 你看它這個就已經出現一個 有趣的微幕系統 而且你點選它其實是一起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修正一下 我們要做的內容 那修正這個內容呢 其實基本上都一定希望大家自己去 重新命個名 譬如說你這個是 這個 60乘上 120的這種尺度 那你就固定距離 60乘上120 但你要記得 這個 樹框你就要去抓 譬如說我這個想要給它做 矩形樹框 目前暫時都先用這樣 矩形樹框去處理 好 完成之後按確定 你剛剛所做的這件事情 它就會開始出現 這個 這個 文木牆的一些變動了 你可以看到它就開始出現這種 你剛剛所說的這個 基本的尺寸 那過來你看喔 你如果不要讓它固定的話 它也可以怎麼做 不要固定它還可以做這件事情 它現在是固定距離嘛 你也可以固定 樹木 譬如說我現在固定樹木 那每一個間距是多少 那它可以調整樹框的大小 固定樹木 那你再按掃用 然後它就會去做 自適應的調整 當然你會出現 可能會很複雜的狀態 你看 因為它自己調的時候 有時候對不起來 可是它就會自己去調 因為它是固定一個樹木 它就是 那個間距就是幾格 你看到右邊這邊 是注定四格跟四格 所以密的就會太密 輸的就太疏 所以你可以還是用固定這個 你可以調一下最小間距 看我發現什麼事 它就會自己幫你調整 然後幫你對齊 找個對小間距 當然你還是可以去 繼續調整的 因為這個東西 間距跟對齊的角度可以變 那你看這邊還可以變45度 45度 確定 它當然會出現一些有了沒有的問題 不過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這個內容 那你可以單純第一個是 45度 第二個是直線的 或者是你兩個都把它變回音 這樣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了 好 那過來 我們來做第二個系統 你剛剛是第一個系統 微幕牆不是只有 微幕牆的這種網格 微幕牆它其實板是可以換的 所以我們來做下一個微幕系統 我們來把這個上頭 然後這幾個板 封起來 把這幾個把它接好 好 這幾塊 然後我們把它 做另外一個系統 這個我們給它做一個比較密的 比如說我們20乘上 30 然後 這個 固定距離給它 所以你是20乘上30 然後這個 我們的邊界給它 比如說我用 比較粗的 50乘150的 內部就不要邊界了啊 好 內部用小塊一點好了 好 確定 確定 然後你給它建立系統 我們先用股價去做變化吧 然後過來你看 這一段 這一段的這個板 你按tap 跳選 你可以去選到它 這個面板呢 你可以更更新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 硕力板 像這樣 那你這個地方材料就可以換了 換個 譬如說你這個金屬的面材 我們用誇張一點 我們給它換個顏色好了 這個先 做一個 顏色可能是 金屬面材 金屬油氣好了 我們用 這種黃色金色的感覺去做 好 來確定 你看這一塊 它就是獨立的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跳選 我們按隔離品類 可以看到這一段 剛剛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 它是可以分離跳選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些事情 直接把你想做的這事情 改成你要的這個 剛剛這個 處理板 有沒有看到 它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你想做的 一些變化了 所以 你這樣做 就可以開始有效的去 做一些 可能看起來 不是平常時會看到的這種 很傳統的做法 OK 所以大概 這樣子做完之後 再組合起來 它就會出現另外一個可能性 那你 這個整個 立面的變化 就完全可以隨心所謂的去發展 那當然這個東西有很多種可能 不是說一定只能怎麼做 但是我們可以 很快速來看一下 一個透視圖 從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所得到的效果是怎麼樣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做的事情 這樣子的 然後它就出現一個比較 誇張的造型 但這樣子的造型 我們還可以再進到inscape 再開一下 我們準備來開inscape inscape打開之後 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事情 那當然各位在看到現在的畫面呢 它還沒有到那樣子的狀態 不過透過這樣 我們要讓各位看到這種 後面的背景呢 我們會簡單的去調適一下 讓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所放入的人 還有這個立面的變化 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設定的這些 立面的材料 以及這個內容 它都已經一個一個被呈現出來了 好 那 各位我們剛剛怎麼去出現這樣的狀態呢 其實你要看喔 像在這個地方 我們特別的去拉入一些inscape的model 這inscape的model 其實蠻方便 它有offset library 那offset library 它會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素材 那這些素材它有非常非常多種 如果你是使用正版的話 它是會自動幫你找到所有它們不斷更新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它會不斷的去調整 譬如說我們放到這個vegetation這個有什麼植物 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抓出來放進去 斷看於你使用的這個時間 或者使用的這個它的容量 因為它很網路會有一些變動 那如果你選擇人呢 它這邊會有一些人物 人物就會有很多人物可以放進來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設定 再輔助加強我們整個的效果 它就可以出現我們剛剛所出現的這種感覺 在這樣的畫面當中 你可以去看到我們每一個材料 所設定的一些反光值變化 或者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Visual Setting這個東西去調整它的曝光值 調整它看到的這個範圍 以及我們可以去透過這個 這個Duration這個去調整它的一些色彩濃度 那我們也可以去看到像它天空 它是可以變動它的雲朵的 那可以去把它的變化調得更遠一點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它也可以去調整它後面的這種背景 然後它也可以去調整後面的這個山脈的變化 那透過我們這個地方 還可以直接輸出我們要的畫面 所以在這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帷幕牆 大概就可以有一個很快速呈現的一個造型效果 這對大家如果在做淨圖啊 或者在做你的快速呈現是有相當大的幫助的 今天的模型呢各位 我們會把這個模型發給大家 只要到我們下面留言 然後並且到我們的資訊欄裡面去填寫一下表單 我們就會根據你提供的mail 將這個模型寄送到你的mail裡面 這裡面會包含了這個 樹叢的模型、人的模型 以及你可以看看怎麼樣操作這整個的帷幕牆架構 OK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得到更棒更進階的一些技巧 謝謝大家